ACG Online 幾米的作品透過色彩豐富的策畫 配合簡單的文字 老獲了大大小小粉絲的心愛 今集ACG Online和大家一齊跳出香港 來到台灣的宜蘭 帶大家參觀全球手座幾米的主題公園 而位置坐落於宜蘭市火車站 旅遊服務中心隔離的公園 將幾米不客的繪本世界 場景現實化 而主題是《記憶片段風景》 將旅遊和人生片段的風景、意象和故事做結合 今次選了其中三本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就是香港人最熟悉的《向左走向右走》 《地下鐵》和《星空》 抽取他本中最有名的插畫場景 造成藝術裝飾分散在火車站、公園的不同位置 講起《向左走向右走》 又怎捨得講一下2003年第一部 由梁詠祺和金城武主演的同名改編電影 男女主角置身於同一個城市 明明大家住得很近 但偏偏就遇不到 緣份真是這麼近那麼遠 在公園裏面 男女主角都是一個向左走向右走 真是很慘 都是見不到對方 作為粉絲的你 是否要快點和他們拍照 而至於另一個影相位 就是《星空》裏面 男女主角私奔等公車的場景 平時一個人等車悶悶的 沒甚麼好做 有牠們盤著你就不會悶 至於繪本裏面出現過的小動物 好像會飛天的鹿 就會分散在公園裏面不同的角落 還有飛天公車 以一個彩繪浮雕 再加上立體裝置的方式呈現 嘩!真是好美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電影裏面天馬行空的劇情 主角徐嬌和林輝敏一起私奔上山看星空 再加上當中的奇幻經歷 相信大家一定記憶猶新 至於地下鐵 電影版當年由楊千華和梁朝為主演 繪本裏面出現過的行李箱 就成為了公園裏面最常見的擺設 除了幾米主題公園之外 以後就連搭飛機都可以見到幾米不客的人物 中華航空和幾米合作推出彩繪飛機 首部曲命名為擁抱機 在6月7日已經隆重登場 不過最可惜的是 暫時還未宣布有台灣 往返香港的彩繪飛機航線 香港粉絲要等一等 至於動畫電影方面 日本近期大熱作品 聖哥轉 剛剛推出了電影版 被譽為超越繁塵的軸勢之作 真心推 抵死好笑 但又不落軸途 介紹故事的主角給你們看 看看是誰 對呀 你答對了 真是耶穌和佛堂 故事講述耶穌和佛堂忘月 世界安然度過末世之後 兩人落到凡間度下架 在東京合租了一個公寓 體驗人類的生活 一個為世人贖罪的耶穌 遇上一個大切大悟的佛堂 兩人宗教觀的不同 對日本文化的不同理解 撞出了很多絕核抵死笑話 再加上其他繪積人口的角色 例如包租婆松田太太 黑社會大佬龍耳 還有其他各式各藥 各背景的商店街街街街街 還有佛陀的佛光 耶穌天生購物狂的特性 確實在近年的爆笑之助 跟大家介紹一部 那篇前歐洲著名劃本的電影 《花都有奇緣》 以溫馨的水彩畫風 和治愈在劇情作為賣點 故事講述住在地下的鼠族 和住在地上的紅族 是天生的敵人 而当中在鼠族还有一个传言就是 红族最喜欢生吞老鼠仔 吓到老鼠仔见到那些红子就怕到鼻子都侮辱 觉得所有的红全部都是战红 但其中一只叫小里的小老鼠偏偏天生反叛 他不信全部的红都是战红 他还违背他爸爸妈妈的意思 不做牙医走去游玩画画 刚刚有一天他就在垃圾桶遇到红族的安妮 差一点就被他吃了下肚 但最估计不到就是两个竟然做了好朋友 还令小里相信不是所有的红全部都是吃老鼠 不知道鼠红两族的关系会不会因为 小里和安妮的友情从此有所改变呢 之前电影在法国上映的时候 获得当地传媒的一致好评 6月20号就可以在戏院看了 大家不要错过 颠峰之作 说完全无疑仗争驾驶 支援极力指转波 赛车物理损坏的仿真呈现 前轮后轮和四驱驱度最高速加速度 物压力重量扭力爪地利等等不同的设定 哇 给大家真正驾驶的感觉 全球激赞 唯一算漏了就是香港玩家 特别住南区的 我玩到好投入好兴奋 谁知我在山顶一砍砍去鸭尼州 我好抽来的